第十五条,R就是一个球体的半径,而细间R就是一个正圆柱体的底缘的半径 这个球体的半径,大R,一个圆柱体底缘的半径,细间R 现在就知道了,这个球体的体积是两倍于这个圆柱体的体积 和这个球体的表面面积是等于这个圆柱体的曲面面积,曲面面积 那就问了,大R比小R是多少 你牵涉到要找回这个柱体的体积和曲面面积 你会有一个高度的,当位置属h 其实很直接的,只要跟回题目的要求去设计 球体体积等于两倍于圆柱体体积 另一方面,球体的曲面面积等于这个圆柱体的曲面面积 这就是两个圆柱体积 圆柱体积等于这个圆柱体积等于这个圆柱体积 我们可以简单一色除二色 有什么效果呢? 左边就是两个四弱了,π也弱了 R三次方除了R二次方,就只剩一个R,在分子 就有一个三分一,记得不要留 右边,2也弱了,π也弱了,h也弱了,只剩一个R 其实我要找大R比小R是多少 所以要找大R除小R,其实就是3 over 1 所以比例就是3比1 答案就是 比例就是3比1 比1